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一颗是比较让我比较惊奇的一颗蝴蝶兰 这个是根苗出来的石塔基 那石塔基是少数有根苗的蝴蝶兰之一 它就是会在根部上长小苗 那通常有些人是说断掉的根比较容易出现 那但是其实我这边断掉蛮多个 它也没有出现 不过这个是买来就是根苗 它原本是一颗 然后现在长成一重 有没有一重好几颗 大概我算一下 大概有四颗混在一起 一二三四 四颗到五颗混在一起 那比较有趣是它来花了 这一颗已经中一年了 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它比我想象中的慢 非常的多 来的时候还蛮小的 现在还是蛮小的 你看不大 但是比较有趣它来花了 可是它整个都重生在一起 蛮有趣的 整个挤在一起 我比较好奇 它以后长大怎么办 整个都卡在一起 不过它现在来花还蛮期待的 因为它的母本的花还蛮漂亮的 那这种史塔基呢 是很有趣的 它史塔基是外表跟 史莱利亚长很像 有没有看到跟右边的长很像 但事实上呢 它就是会长根苗 少数应该是现在目前知道 唯一一种会长根苗的原生种蝴蝶 应该是史塔基吧 其他我好像没听过 那这种史塔基 它长的速度比较慢 然后 非常的 我觉得它的蜘蛛也长得比较慢 像我有大科的史塔基 它长得也是真的很慢 它不像那种史莱利亚长这么快 羹也长得慢 蜘蛛也长得慢 它花完全是白色的 完全完全长不一样 那还有另外一种很像的 像那个菲律宾 菲律宾也是 我们看一下菲律宾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菲律宾 这一棵是菲律宾 菲律宾呢 你看跟史莱利亚也长一样 非常有趣 这几种 还有几种 像林登 贝里西斯 这一类的 都是有半夜型的 这五种 史莱利亚 史塔基 菲律宾 然后林登 贝里西斯 这五种都是有半夜型的蝴蝶兰 那外表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但是实际上开花的时候 就完全长不一样 非常有趣 那所以呢 你看这两棵 你根本完全搞不清楚 哪一棵是史塔基 哪一棵是西雷里亚 非常非常的有趣 这棵是菲律宾 这棵是西雷里亚 连外表都长得很像 只有开花长不一样 那史塔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过史塔基比较特别 史塔基是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它史塔基比较慢 看成长数就知道它比较慢 通常它的叶子会比较圆厚一点点 我觉得 然后它的根部长得非常的慢 它的植株也长得非常的慢 但它有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它会长根苗 这个就是根苗长起来的 非常的 你看现在就根一直乱窜 今天冬天它长得非常的好 那但是它长得非常慢 特别是如果你有机会 跟人家买根苗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根苗长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缓慢 它不像那种 那菲律宾呢也是白色的花 不过它菲律宾的花型比较像阿嬷 比较像阿嬷 菲律宾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它就是长得像 西雷里亚花长得像阿嬷 非常有趣 而且开花性也很强 那史塔基呢也是长得很像西雷里亚 然后那个花长得介于 人家也不像阿嬷 它算是另外一种一种类型的花 有时候喷点 有时候完全长不一样 那它的变化性非常非常大 每一种的变化性 长得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唯一觉得它缺点就长得比较慢 它植株长得比较慢 然后它的那个根系也长得比较慢 那它会在那个根的地方 断掉的地方会长小苗 有些老植株比较常见到 有人说年轻植株也会 但是我这边就都没有出现过 目前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 可能是环境的问题 像我这边的EQ也都没有高牙 有人就说EQ也都会长高牙 我说一颗都没有 反而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那个桑德 有长高牙 非常的奇怪 两个完全是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呢 种兰花就有这种乐趣 你看它这么小的苗 竟然来花了 那我还蛮期待它的第一次开花 这是我来我这边以后 第一次开花 之前给人家买板子的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等它开花咯 我们再拍给大家看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